南韓首爾市長蒲元晨和我國駐韓代表唐電文等人 日前在清西川為第十屆首爾燈節揭開序幕 今年在臺灣嘉義燈會展出的朝日和明燈籠 也參展燈節 向韓國朋友展現臺灣國寶地質 蔚然的羽毛格外奪目 交通部觀光局表示 去年臺韓雙方交流達一百九十四萬三千兩百三十四人次 今年一月至九月雙方互訪人次 也已經達到一百五十四萬人以上 成長率較去年同期達百分之八點九八 期盼藉著首爾燈節行銷臺灣 在今年雙方互訪可以突破兩百萬人次 有越來越多的韓國朋友喜歡到臺灣來旅遊 藉著這一次參加韓國的首爾第十次的燈節 我們引進了今年在臺灣燈會嘉義 所展出的朝日和明這一個護燈 希望能夠讓韓國的朋友了解到臺灣的文化之美 還有在2019年我們的屏東燈會 也期待會有更多的韓國朋友到中南部來旅遊 讓我們臺韓雙方的交流更上一層樓 這屆首爾燈節觀光局希望藉著臺灣登役文化之美 連結寶島的行銷觀光 進一步帶動韓國旅客赴臺旅遊 還有兩次的結束 還有兩次的結束 為了中間的一個